您能够我们回忆一下 您在从业这么多年当中 遇到的困难和如何解决的吗 其实困难天天都有 临床上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像我们从事风湿免疫这个学科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发热代查 就是有很多很多疾病的可能 它有可能是免疫性疾病 也有可能是代谢性疾病 很多很多的疾病 可能最栽子都表现为发热 那作为一个医生呢 他就需要有个全面的知识 全面去筛查 还需要大家协作 比方说我这个领域解决不了 找其他的领域的医生 来共同地研讨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总有学不完的知识 总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所以刘主任告诉我们 是终身学习 无论你从事哪行哪业 终身学习是我们个人成长 包括社会成长的必修课 一课都不能代谢 因为永远有难题 当然我们永远都在 想办法解决难题 那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了 一路走来学习工作 救治病人 我听起来就没时间 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个爱人也是同行吗 不是同行 做医生的家属也挺辛苦的 因为医生真的 小心点 从车子里到这边 开心 开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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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